長雀 申君 去庫房取十顆萬年夜明珠 贈予北海上君 是 今日上君一席 本君以十顆萬年夜明珠相贈 想必 也沒有虧待上君 現在天色也不早了 青池宮不便留外殼 好 上君 還是早些回北海去吧 凤然 宋柯 夫人 后池 古君上身 其木帶后池之心 日月可見 成心求取 為何神君 执意要將青木拒之門外 青木上君 你三番四次就無而於危難之中 于青池宮 乃是大恩 你是人中龍凤 又是仙族翹楚 是巫女太過頑劣 配不上上君 神君幾番托子 到底對青池有何不滿 無她 只是本君 捨不得我這寶貴女兒 你們的婚事 本君 不同意 好吃 你長大了 你的身世 附身不該瞞著你 其實你體內 沉睡著一道神界的神石 而你 而你 就是她 我是 神界的醫神 六萬年前 混沌之劫降臨 魔族來返 眾神殞落 你對我有知欲之恩 是以我在浩劫中 拼著一身神力 保存了你的一缕神石 只是那缕神石太虛弱了 所以我下到凡界 於華境池中 蘊養了數千年之後 才誕生了你 那博玄呢 他 也是神界的嗎 不是 他只是三界的一位普通仙君 我下界時 曾有恩與他 他為了報答我 所以才答應 留在青池宫照顧你 你體內那道神石 便是我與博玄 一起封印的 父神 女兒還是不懂 既然 她是您的恩人 那為何您救下的之後 又不讓她蘇醒呢 這是她的意願 神被神 要肩負蒼生 一生命徒難有幾身 當年的慘死於混沌之劫中 唯一留下的心緣便是 原來神 不成神 若有來世 絕不成神 可就算她失去了記憶 也是這幽幽三界中 最尊貴的存在 神君此言何意 方才厚持問你 她與她體內的神石 只能存活一個 你選誰 連這最簡單的一句都答不上來 又彈何對她的喜歡 我 我不明白她體內的那道神石是甚麼意思 厚持 並非我所親生 它是我以一道上古神石 孕育而成的 那道神石太過強大 一旦蘇醒 厚持便會失去記憶 對你來說 就相當於不復存在 清末 厚持非尋常先祖 你們倆在一起 不會有好結果的 今早結束 免得來日痛苦 不 我不會放棄和後遲在一起 你就沒有過一絲疑慮嗎 你對她的熟悉 對她的真實 難道真的只因為她是後遲 一個人若是連自己是誰都沒搞清楚 便貿然求取他人 未免為時尚早了吧 其目都答 敢問神君 說得是 白絕真神嗎 看來你心中 已經有了答案 謝謝 神君 清末有一事相求 你先把日月己收好 將來還有大用 且回北海去吧 替我 你有什麼事 三界之中 唯一能取日月己之人 聽我一句全 你和后池 不过是露水情缘 沈君 今日我既能取得日月季 你大概能猜到我的身世 这些日子 我再三思考 恐怕 是要违背你的意愿了 既然已经猜到 又为何要选择儿女情长 也许我和后池 最终都将由真神来代替 但我与后池的情 是真挚的 是比我性命还重要的东西 如果现在放弃 将来定会后悔 还望神君成全 先起来 若神君不同意 秦牧便常归不起 和我玩这一道 秦牧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劝也劝了 拦也拦了 骂也骂了 本君是没辙了 多谢陈君 你当真是妖神 你说我是谁 我便是谁 你若喜欢我做妖神 那本尊便是天启 你若喜欢我做紫月妖君 那本尊以后就换靖渊 怎么了 你怕我 难道你也觉得妖神是万额不赦 你几番救我 我从未这样想过 只是你不应该让妖族开战 这都是仙族旧游自取 靖渊 仙妖交战 不仅会让两族生灵吐炭 还会霍连人间 你为何一定要掀起战火呢 本尊不过是以彼之道 怀世彼身 若让他们持续交战 只会让仇怨越积越深 靖渊 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你是妖神 令他们停战好不好 罢了 本尊答应 只要仙族永不再犯 本尊可以停战 除此之外 我还有另一件事 想求你 请你帮我划开 我体内的封印 为何如此突然 那日在青翅宫 你不是说 为了他们 我愿意解开体内的封印 我想拥有强大的力量 他们 他们是谁 这一城百姓 人间 甚至三界 你不想拥有强大的封印 你不想拥有强大的封印 你不想拥有强大的封印